今天上午做的这个弓箭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弓箭比较小 一个一个钢键 第一个面是先做的这个面 这个面然后把这些孔给它做了一下 然后外形也洗了一下 外形留余量了 外形单边留了十条余量 然后第二个面再反过来粘着做的 因为这边它有几个四个小台阶 所以先做的散面 散面见光外形留余量 然后再粘着做这个面 这个面上面主要就是有四个凸台 一些销孔 还有两个尘头孔 看一下涂纸 这上面它这个有公差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看这一些销孔 三毫米的孔 还有四毫米的孔 这也是四毫米的孔 你看它这个这个突台 它的平行度 也都有公差的 也都有公差的 还有销孔的这个位置度 都是一条的 看一下弓箭啊 弓箭现在是粘着做的 它这个外形还有余量 三边还有0.1 最后把外形给它逛一刀 那这都是粘的AB胶 现在也快做完了 还有两个销孔没有做 然后外形一洗就结束了 这个工艺排的就是NC全加工的 还有淡化 像这种淡化的都要 孔都要做 内孔都要做大一点 因为淡化之后它就会变小 淡化就相当于表面给它做了一层东西 像我们 我们这个每个机台旁边 都有这个表面处理的公差表 你看像这种硬质阳极的 它都标注的有做到什么尺寸 你看这一种淡化的 一般的淡化 然后就是内镜 如果你做内孔的话 就要做大一条 做外镜的话就要做小一条 还有什么涂层啊 发黑 发黑这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就正常做就可以了 还有这种等离子淡化 我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就是 需要等离子淡化的 然后又做内孔 内孔的话就要做大一条 最少也要大个一条左右 因为它淡化回来之后 这个孔就会变小 所以做的时候要稍微做大一点点 这都是时间长了 然后根据经验 然后总结的一些加工的一些 常识 积累的经验都是 这个工艺给了两个小时 但是上午也没做完 因为两台机也有点忙不过来 还有最后颜柱的瓶子 看点满